成语 东诗笑评 示意 比喻盲目模仿他人不但学不到优点 反而弄巧成拙 显得更加可笑 故事来源 东诗笑评出自庄子天韵这个成语故事 讲述了丑陋的东诗模仿美丽的西诗皱眉 以为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美丽 结果却适得其反 弄得更加难看 这个成语用来讽刺那些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盲目模仿他人的人 故事内容 在古代的越国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叫西诗 她不仅容貌美丽 举止优雅 还充满着天然的魅力 让人一见倾心 即使在她生病时皱着眉头 捂着胸口 不态略显盘山 依然显得格外美丽动人 人们看见她 即使知道她不舒服 心中仍然充满恋爱和欣赏 同村还有一个叫东诗的女子 与西诗的美丽恰恰相反 她相貌丑陋 体态笨拙 是村里人取消的对象 东诗听说西诗生病时皱眉的样子很美 大家都十分喜欢 于是她决定模仿西诗的样子 也学着皱眉 希望自己能因此变得美丽 得到别人的喜爱 一天 东诗特意穿上了平时不常穿的衣服 模仿西诗那样捂着胸口 眉头紧皱 走在村里人常经过的街上 她一边走 一边还故意表现出病样样的样子 然而 东诗本来就长得不好看 再加上她皱着眉头 显得更加丑陋和滑稽 村里的人见了她的样子都纷纷躲避 不敢直视 有的人甚至哈哈大笑起来 村里的孩子们更是指着东诗的模样取消她 说她像个怪物一样 东诗的模仿不仅没有让她变得美丽 反而因为没有领会西诗美丽的真正原因 而只是机械的模仿表面的动作 结果让自己显得更丑 更加惹人嘲笑 寓意于启示 盲目模仿不可取 东诗只看到西诗的表面 而不了解其背后的魅力所在 只是机械的模仿动作 结果反而弄巧成桌 这个成语告诫我们在学习他人优点时 要结合自身实际 不能盲目模仿 知己知彼 亮丽而行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要了解自己和他人的优劣事 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不要因为他人成功的表象而盲目跟随 内外兼修 稀施的美不仅在于外表 更在于它的气质和内在的优雅 外在的模仿往往难以达到内在的效果 提升自身素质 修养才能真正赢得他人的认可 做真实的自己 东诗如果能接受自己的不足 发挥自己的长处 也许会有另一种幸福 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别人 这说明做人要有自信 做最真实的自己 现实意义 东诗孝平在现代社会中也非常有意义 他形象地描述了那些盲目跟风和机械模仿的行为 这种行为在个人发展 职场竞争和商业决策中都很常见 职场盲目跟风 一些职场新人看到同事采用某种工作方法取得成功 就不加分析地模仿 却不考虑是否适合自己或是否适合目前的环境 结果往往是被公办 商业竞争 有些企业看到市场上某种产品流行 就立即投入大量资金模仿生产 却没有考虑自己的优势和市场需求 最终导致失败 教育学习 有些学生看到同学采用某种学习方法成绩提高 也不加分析地模仿 但每个人的学习风格和习惯不同 结果模仿者的成绩反而下降 如何避免东施笑评的心态 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在模仿他人之前 先清楚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方式 理解事物的本质 不要仅仅模仿表面的行为或结果 要深入理解他人成功的原因 学会如何把他人的优点转化为适合自己的方法 发展个人特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 盲目模仿只会让自己失去个性和特色 应发挥自己的优势 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坚持内外兼修 不仅要学习他人的外在行为 更要注重内在素质和修养的提升 内外兼修才能真正提高自己 赢得他人的认可 常见例子 职场东施笑评 某公司看到竞争对手 采用了一种新型管理模式 效果不错 便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 结果适得其反 员工怨声在道 商业东施笑评 某餐饮品牌看到另一家火锅店 推出某种特色菜肴非常受欢迎 便立即跟风推出相似的菜品 结果因口味和服务不佳 被消费者嘲笑为山寨货 教育东施笑评 某学生听说某名校学生 每天都熬夜学习 于是也效仿他人不分昼夜的苦读 但因身体和精神负荷过重 成绩反而下降 总结 东施笑评这个成语故事 仅是我们在学习他人 模仿他人时 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 盲目模仿只会让我们陷入困境 甚至显得更加可笑 只有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理解他人成功的真正原因 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才能真正取得进步和成功 做人做事都要保持理智 善于发现并提升自己的独特之处 做最好的自己 而不是别人不成功的复制品